HELLO 大家好 我是Heg 歡迎收看Enterbox 上次我們用了華晴的B560M ITXAC 組了一台i5的Xbox遊戲主機 這次我們一舉將預算拉高 直接用i9-190K 然後加上華晴的RX670XT顯卡 來組一台頂級的遊戲小主機 嘿嘿,你沒有聽錯 華晴的顯卡在台灣終於上市啦 那自古華晴出腰版 除了主機版都很具性價比之外 在ITX小版上的堆料 也是屢屢突破大家的想像 推出了一些規格很猛的主機版 像這次開箱的華晴Z590 Phantom Gaming ITXTP4 就是極重規格於身的高階腰版 那麼既然我們這次是要組一台電競遊戲小主機 CPU的話就用我們的老朋友 Intel Core i9-1190K啦 沒辦法,手上就只有這麼一顆 那大家應該也都對於這顆CPU不陌生了吧 8核心使用執行去 然後支援PCIe 4.0 遊戲的性能也幾乎是頂尖水平 身為一個資深遊戲玩家 逢年過節我都會想要把電腦主機搬回老家繼續使用 但應該不只我這樣子吧 這時候ITX主機在搬運的過程真的方便很多 既然要只有ITX 零件我也不太可能亂選 除了機殼要夠小之外 主機板也要是ITX尺寸的 像上次的B560主機板 雖然說帶i5很適合 但是要帶i9的話 就可能在供電上造成瓶頸 因此我們這次選擇了更高階的 Z590 Phantom Gaming ITXTP4 在規格和用料上就更加豪華了 帥氣的散熱片下還擁有10項供電 實測CPU超到全核5G 供電依舊穩妥妥 同時配合Intel的第11代CPU Z590主機板也新支援了PCIe 4.0 而型號上我們可以看到TP4 沒錯這張萬元有找的主機板 居然還搭載了Thunderbolt 4 等未來TP4外接設備普及之後 想要體驗40GB每秒的傳輸速度都不是問題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Thunderbolt產品 我的同事Enter絕對算是行家 各位可以去頻道裡看看其他Thunderbolt相關的影片 如果很早就有在接觸PC零組件的朋友 應該都不陌生 Killer網卡在當年幾乎就是一個電競的代名詞 沒搭一個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電競主板 其中我覺得有趣的是這個叫做Killer DoubleShot Pro的技術 可以讓你同時用WiFi還有有線網路 然後把它比較快的分給遊戲或影片等高流量用途 比較慢的就分去給系統更新等 那是一個超棒的設計 例如像畫面中的Killer介面 它會明確標示出每個軟體目前的網路使用情況 想當年我在看TESL 嗯就是那個N年前的台灣電競比賽 比跑跑卡丁車、SF還有星海爭霸的那個 廣告的時候我就一直被有搭載Killer網路晶片的 滑行主板廣告洗腦 那時候就一直想說以後買主板一定要有Killer晶片的 那麼也很顯然的經濟會影響記憶 當時沒有錢買 但我也就忘記了自己的這項規定 直到最近看到這張板子的時候 我才想起有這件事 某方面來說這張板子也是讓我圓夢了吧 那雖然說是一張ITX的小板 但是它卻有兩個M2接頭 其中正面的M2搭配到這次的處理器升級 那是一條PCIe 4.0直連CPU的M2 那另一條則是PCIe 3.0放在背面 這樣一前一後善用空間的設計 我覺得還是蠻聰明的 散熱器 我們這次用微剛的XPG Levante 240水冷散熱器 不論是風扇還是水冷頭都有RGB燈光 可見性能不一番 可惜的是裝在這款ITX的小機殼中 並沒有辦法展現它的燈光 但是也不要急 儘管燈光無法表現 也不會影響到它強大的散熱性能 實測i9-1190K全核5.0烤CPU 看起來都還是壓得很穩 溫度目前看起來甚至不到70度 一個240的水冷能在ITX機殼裡面有這樣的表現 確實已經是超乎我的預期了 記憶體和SSD 這次是使用Anaconda的東方砂蟒 DDR4-32008Gx2白色 然後還有i4-PCIe 4.0 SSD 記憶體潔白外觀 然後上面搭配一條RGB燈光 原本DDR4-3200CL-16-188-36之下 測試讀取速度大約是48000MB每秒 寫入速度大約是32000MB每秒 延遲的話則是61.5耐秒 我稍微調整一下 搭配這張AZROC的Z590 Phantom Gaming ITXTP4 那電壓改都不用改 直接把它超成DDR4-3600 CL-18-2240 讀取速度直接來到53000左右 寫入速度也提升到35000左右 延遲降為58耐秒 表現相當不錯 而SSD的部分 配合這次的Z590和i9CPU 都可以支援到PCIe 4.0 我選的巨蟒i4 擁有同級SSD中最大散熱片 主控晶片是採用Physion的方案 作為一台頂級遊戲主機的主要儲存裝置 還是相當適合 要知道以往PCIe 3.0的SSD 最高的讀寫速度頂多就35000左右 那這顆i4SSD搭配Z590主板的PCIe 4.0 速度是直接翻兩倍 理論上可以達到7000Mbps 實際的讀寫表現也相當優異 讀取速度每秒6568Mbps 寫入速度每秒5394Mbps 機殼的部分 我這次使用我從剛聽到它上市 然後就一直很想要入手的 Cooler Master NR200 整個機殼表面為霧面烤漆處理 做工無明顯瑕疵 機殼側板 前板、頂板均為無螺絲的卡榫固定 機殼原本就內預裝了一顆風扇 包裝內也附有另外一顆可供安裝 如果第一次接受的朋友 選它來裝機還是蠻適合的 不太會卡到機構 那也可以省下一些裝機的debug時間 電源供應器 我們繼續採用上市i5主機用的 全焊金剛彈650W 我估算了一下整機的功耗 那極限狀態大約頂多也就500W吧 不可能再高了 剛好670XT的官網 建議就是使用650W的電源供應器 因此用650W應該是綽綽有餘 同時這顆全焊的金剛彈650W 是採用全模組化的扁線 對於ITX這類空間吃緊的主機 是更加合適的 把分析的動作 開採用中的小球 在短期間的小球 它可以切成小球 成場呈積路 可以給你 這些手指 要多摔 或是 大小 Sid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3DMark TypeSpy跑了11760分 這個分數大約是借在RTX3060 還有RTX3070之間 那Fire Strike is Dream 則是跑16562分 接下來遊戲測試的部分 由於老樣子的我沒有4K螢幕 所以以下都是用1080P 還有2K特效全開來做測試 GTA5 1080P特效全開的情況下 大約都能保持在150幀上下 而2K大約都能保持在120幀左右 他們G的表現很不錯 1080P平均都有170幀上下 2K大部分的場景也都能在150幀以上 複雜一點的場景也都有120幀 再來我自己很喜歡的極限競速地平線是 一樣特效全開 1080P的情況平均有142幀 2K也能有118幀 就算是2K玩起來也相當流暢 最後來測一下Cyberpunk 2077 順便測一下它的光追能力如何 1080P如果不開光追的話 畫面是這樣 開了之後是這樣 2K的情況下 如果不開光追大約也能有53幀 那光追的部分 大概我想也不用再測了吧 4K的遊戲體驗 其實大家都可以看一些外國測試的影片 看起來大部分的遊戲要保持在60幀都還是可行的 這次用滑琴的Z590 Phantom Gaming ITXTP4 那可以在這麼小的機身下帶動第11代的i9-1190K 供電能力是真的不賴啊 那加上豪華的IO連接能力 甚至包含了Thunderbolt 4 主機板從包裝到外觀都是電競風格 那也非常的契合這次組裝ITX高階遊戲機的主題 並且藉由支援PCIe 4.0 那可以讓SSD達到將近每秒7000mAh的速度 此外配備了鼎鼎大名的Killer網路晶片 就可以看到這張主機板就是為了電競而生 搭配了其他各項配備也是目前非常高階的規格 大部分的遊戲也都能開到2K甚至4K的畫質 真的是很棒的享受 最後喜歡我的影片不妨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歡迎到我們的蝦皮賣場去買一些我們測試過的產品 基本上都是物超所值 想看更多的影片記得繼續關注我們頻道 那我是Hack,我們下次見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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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